以前的初婚年齡 男性是27.6岁 女性则是24岁 但是到了民国101年 男性提高到31.9岁 女性则是逼近30大关 2013年的最新数据显示 台湾离婚率高居全球第三 台湾究竟发生了什么问题 他们都是台面上 具有影响力的女性政治人物 副总统是真的对婚姻 没有憧憬吗 我已经看过了 做菜给男朋友吃过吗 你不要掉我一线金 他们也是演艺圈里头 成绩斐然的艺人 我觉得我会是 如果有老公有孩子 牺牲自己为了家庭 应该那么悔 这些女性的共同特色 都是单身 志玲姐姐想结婚 还说身高矮十公分 小五岁姐弟恋也没问题 传统观念都认为 男大当婚 女大当嫁 有了另一半 人生才会圆满 虽说不见得要按照社会期待 过着自己的人生 但是年纪到了 不论男性女性 多多少少都会有这样的烦恼 其实我们真的会考虑多一点 为什么 因为其实你现在在社会上 结婚有什么好处 对啊 我这样讲 对不起 可以洗掉我嘴 没有啦 没有 要帮助台湾 就是有生育率 但是也希望说不要嫁错狼 对啊 六年多前 王文艺和钟佩玲 创立了网路交友平台 一方面为自己创造机会 也提供管道 让试婚男女能认识彼此 那平常的兴趣就是摄影草妇 台湾人晚婚是失实 数字会说话 初婚年龄 男性从民国七十年的二十七点六岁 三十年后 已经提高到将近三十二岁 女性的初婚年龄 三十年前二十四岁 到了民国一百零一年 还逼近三十大关 试婚男女不婚 晚婚就成了社会现象 也是既定事实 以结婚为前提办联谊 交换电话 认识新朋友 男生女生需要的是更多机会 两性专家从社会 以及经济学角度分析 如果诱因不足 加上没有十足把握 现代人想要进入婚姻 的确会想很多 过去我们进入婚姻 可能因为有很多的原因 不论是传统认为 找到长期饭票 经济保障 其实当双方都各自 有这样经济的能力的时候 结婚就不定是一个 必然的选择 思考层面多 加上结婚需要 一点点的冲动 热度过了 想婚的念头 没那么强烈 接下来 衍生的低出生率 就会成为大家称之为 动摇国本的头痛问题 以前的国家安全问题是 敌军临近 但是我们现在是 人口自己消失掉了 而且消失掉的是小孩 你小孩消失掉了 以后就没有儿童 没有少年 没有青年 没有壮年 可是现在人活很老 那老人都在那里 所以高龄化会非常 快速地往上爬 会爬得很高 有60年历史的婚友社 第二代经营者也说 现在高学历 年过30的未婚男女 大家定的条件都不低 除了谈得来 还要能一起共同生活 想找对象 似乎越来越难 其实都是想要结婚 只是机会比以前少一些 一方面是工作压力 那另外一方面就是 我们这个求学时间有延长 到了社会以后 要为了一个工作要打拼 那所以在谈感情方面呢 可能就比较慢一些 先进国家的研究 是一种叫做三高 女性高教育 高就业 高生育 三高 三项的正相关 但是如果你低就业的时候 你就会造成低生育 高门槛造就了婚姻经营大不易 王子公主从此过着幸福快乐的人生 早就是众所皆知的神话 而结婚也绝对不是两个人的事 台湾女性劳动力和临近的日本韩国 以及欧洲的德国瑞典相比较 明显随着年纪增长而逐年下降 各方面条件都相对成熟稳定的妇女脱离职场 对国家整体发展而言 真的让人忧心忡忡 遇到婚姻的时候 显然这整个社会的支持系统 还有观念等等的问题 造成她25岁30岁的时候 她就业率就往下滑 而且是一落千丈的滑法 这样的滑 这个成熟女性劳动力 台湾一落千丈 那人家其他国家是这样 这中间这个就是你的国力 整个社会的生产力的差别 另一方面对婚姻的高期待 失望程度也越大 想要脱离既有的婚姻关系比例 越来越高 2013年台湾离婚率高居世界第三 对人口对社会成本来说 都要付出代价 我觉得很多妇女 她们在经济跟教育能力上面 其实是有相对有更 更多的筹码来 我的意思是说 她们有办法经营自己在 离开婚姻之后的生活 其实这整个离婚的过程 对于每一个人 都非常大的伤害 特别对于孩子而言 那另外一个部分 我觉得离婚 她也会需要 也是会造成很多的社会成本 内政部民国102年的 统计资料显示 台湾25到49岁女性未婚人口 超过了159万人 至今仍然未婚的原因 以没遇到试婚对象比例最高 占了将近六成 其次才是经济因素 排除即将准备结婚的人口 会考虑结婚的有将近七成六 但非常坚定表示自己 不会步入所谓的婚姻粉厂的 也有将近四分之一 我们以前不是像早期的农业时代 是你越年轻早点生小孩 多听一点人丁 好那这个对我们的产业是有帮助 现在不是 现在是用脑袋 不是用体力的 今天如果说我们要去鼓励他们 去生育的时候 你要让他看到的是 当他生了孩子 他也没有后援 现代人不婚的原因 如果要归咎于大环境不好 影响了结婚意愿 有近四成的人说 要有稳定的工作及收入才会考虑 另外如果另一半可以分担家务 也会相对加分 进入婚姻的年龄已经晚了 想提高生育率 专家建议 整个社会的观念 恐怕都需要彻底大改造 你要结婚才能生小孩 这个生育的门槛太高太高 尤其在我们的整个文化社会的这个架构下 年轻人欢喜就好了 他们高兴在一起生了小孩 他现在不结婚没有关系 生小孩我们照样给他高兴 我们照样做我们的祖父母 给他床 整个国家制度也要这样改 友善工作环境 无后顾之忧的托育配套 台湾还在起步 却是非做不可 小死化带来的社会问题 亡国论 绝非恐吓言论 今天每一个孩子都很重要 那每一个孩子都很重要的话 我们真的有准备好给这一些孩子 每一个人都可以得到很好的照顾吗 我站在儿童无福利的角度来说 我会去想的是这一块 婚姻里头的复杂因素 消磨了爱情的热度 一旦激情退却 繁琐的家务事和经济压力 想退出或是深觉 自己一个人也很好的意念 相互冲击 离婚的念头油然而生 近三十年来 台湾结婚率一年不如一年 离婚率却是逐年往上攀升 结婚的少离婚的又多 想生小孩恐怕比登天还难 其实离婚率高 我觉得应该用平常心看待 很多很多的证据都显示说 我们应该用比较开放的态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让年轻人自己在这里去调整 但是整个社会的支援系统要下去 你必须做到像今天你看到 女人说我要有稳定的工作和收入 背后意味着整个国家的支援系统就要出来 想结婚苦无对象 有了对象又诸多考虑 考虑多了造成晚婚 晚婚又导致生育率整体下降 台湾的人口问题再这样下去 恐怕还是牵涉层面非常广的一道难解习题 国内面临68年最严重旱灾 新北市版约